菜包,你知道什么是完美术吗? 完美术?我的数目不太小。 不是数目的数,是数学的数。 一个数的所有因数,除了本身以外,其他因数的和,刚好是这个数。 这个数,就是完美术。 啊?听不懂。 六和八,是完美术吗? 不知道耶。 六的因数,有一、二、三、六。 除了六之外,一加二加三等于六。 所以六就是完美术。 八的因数,有一、二、四、八。 除了八之外,一加二加四等于七。 所以八不是完美术。 接下来,比六大的下一个完美术是二十八。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? 呃,二十八的因数有一、二、四、七、十四、二十八。 一加二加二加四加七加十四是二十八。 所以二十八也是完美术。 嗯,很好。 给你按个赞。 完美术是在大约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希腊术学家毕达哥拉斯所发现的。 像六和二十八这样的数,真是太完美了。 就叫做完美术好了。 也可以说是完全术。 呵呵,真巧。 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世界。 六这个数太完美了。 还有更神奇的呢。 比二十八大的下一个完美术是四百九十六。 比四百九十六大的下一个完美术是八千一百二十八。 再来的完美术是三千三百五十五万零三百三十六。 再来是八十五亿八千九百八十六万九千零五十六。 所以完美术很难懂。 啊,这些数的个位数不是六就是八。 太神奇了。 除了六以外,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性哦。 二十八。 二加八等于十。 一加零等于一。 四百九十六。 四加九加六等于十九。 一加九等于十。 一加零等于一。 八千一百二十八。 八加一加二加八等于十九。 一加九等于十。 一加零等于一。 试试看。 三千三百五十五万零三百三十六。 和八十五亿。 八千九百八十六万九千零五十六。 是否一样? 八十七 ! 八千一百一一一。 八千六。 八千九百一十六。 八千五。 八千一百二十五。 八千七。 八千八百三十七。 感谢观看